新城乡康乐村活动中心第一期新建工程 在18号举行的开工动土典礼 现场徐正伟、新城乡长和立台和新城乡亲 一起焚香祈福、持产动土 助导工程可以顺利圆满进行 也期盼中央和地方西手合作 现乡一家亲完善各项的基础建设 华南县新城乡公所办理康乐村活动中心第一期新建工程 18号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现场徐正伟在新城乡长和立台的培養之下 以新城乡亲同伦们焚香祈福、持产动土 助导工程进度顺利圆满 期盼中央与地方西手合作 现乡一家亲完善各项基础建设 土地的规划这个部分其实这是最花时间的 这个如果完成了 其实之后的发包动土就比较快 所以事前我想这个是乡公所的团队非常非常的强劲 华林县政府也希望县乡我们本的一家 华林县政府全力来支持 所以在这两几年间我们无论是跟新城乡有非常多 而且密切的合作以外 我们也看到整个新城乡不断不断的蜕变 新城乡在回台表示 今天是新城乡的一大盛事 过去二三十年来 新城乡康乐村一直没有合法的集会所活动中心 感谢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和华林县政府大力支持 才能够促成这项美事 终于在我们108年9月份的时候 我们来提报动物中心 我们的发动基金 受到我们中央的这个支持 当然一个建设的金会 除了中央的易入国外 我想配合款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地方的配合款 是没有办法今天的如期来动工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习县长 知道谢谢这样的财政的结计 在这次的活动中心 一直给我们的配合款209万 来给我们 让我们今天能够如期花包 选择在今天的良辰即日 能够来动工 我们鼓掌谢谢县长 以及我们华林县 博市县长 我们童馨员是从零到有 大家一步一脚印 然后才有今天的规模 然后好不容易争取我们中央地方的支持 在这边要有新的地方落成 给我们长辈更好更舒适的环境 在这边快乐的学习 大家在这里保障交流互动 大家越多越年轻越多越健康 你说是不是 是的 在这里也要感谢 然后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幼儿亲戚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与 今年110年经过了九年 经过了九年我们从树下走回来 在这里感谢在座所有支持过我们 关心过我们的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长官 我们又重新从这边再站起来了 也希望将来的活动中心 关心的兄弟帮我答应说一年要起起来 希望在今年年底 大家还可以来这儿过年好不好 好 哈利塔比起提到 感谢总委与地方的支持 以及经费的益助 也感谢新城下面代表会 新人乡镇咨询委员 新人乡农业咨询委员 藉由集会所活动中心的兴建 未来可以作为村民集会所的活动之外 妇女和各项服务 并且提供社区临近居民修期空间 以及相立托儿所幼童的活动空间 以促进地方整体的服务和发展 记得终于欣赏我们的频道